经历了两年多犹如地狱般提心吊胆的肉票生涯后 获释的21名迷日利亚女孩 星期四终于重获自由 经过连串的检查和验证后 这批奇薄少女星期天在阿布加的教堂 重新投入父母温暖的怀抱 自从被掳走后 少女沦为恐怖分子性奴 或在人口市场上被卖到外国的说法盛销城上 历经几百天煎熬的等待后 终于盼到女儿重新归来的家人 迫不及待紧紧相拥 喜极而泣 只觉得一切恍如隔世 久久不能言语 明日利亚政府和伯克圣地恐怖组织 据称在国际红十字会和日式政府的斡旋下 同意以四名落网的伯克圣地领袖 换回被绑架的21名女孩 但女孩获逝后 阿布加当局却否认有过这种安排 这只是第一步 伯克圣地从去年开始占领了尼日利亚东北部大片土地 并不时发动自杀式恐怖袭击 至今已经绑走了上百名男女和小孩 而这些人质生死未卜